在我们上礼拜的课程内容 我大概说明一下 最后是讲到有关那个 就是用那个字典 Dictionary 然后输入一些东西 Dictionary其实感觉上就两个List 所以将来我的习惯是把它分成 两个List去处理 可以把它一个Key一个Value 因为在网路上很多开放资料都用Jason 那Jason的话也是KeyValue的架构 所以你如果KeyValue Jason挡过来 你放Dictionary其实就很好处理 那我们再把它切成两个List 再来处理的话 其实相对起来我觉得还蛮简单的 那跑个回圈 你就可以把你需要做的事情 看要塞到资料库呢 或者是做后续的应用 就会比较简便 那其实那个XM或其他格式 其实也大同小异 只要就是把它解析出来 看你要放List还是放那个Dictionary 里面其实都OK 看后续的处理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是讲到有关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呢 一个变化 像所有的东西其实云端上都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相关的程式 包含就是前面做过的相关的例题 那我们上个礼拜最后其实是讲到有关那个 像这个有没有一个就是把这个Math CAI 改成那个Dictionary的版本 所以特别注意那个字典的这个格式 其实它其实就一定是个大瓜糊 所以特别注意一定是大瓜糊 那如果是List串列 一定是中瓜糊 OK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以后的话反正就是这样来处理 我觉得是比较简单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啦 不过我的习惯是方法很多 尽量要找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不然的话最后你各种方法都会 可是各种方法你到时候都不熟 那就麻烦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习惯是第一个 我把那个什么Math CAI改成有没有 之前是那个1到12月份的英文 那我是用Excel就可以自动产生 那你也不用特别去背 差别只是说呢 它一定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所以特别注意前面是Key 后面是Value 中间一定是一个冒号 所以1月到12月 OK它的价格一定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样 要能够从Key里面去抓到Value 或者Value里面抓到Key的话 基本上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我们其实让它run一下 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它一定也是什么呢 请问一下这个是几月份 那当然你输入一个证据 输入一个错误的好了 答错了 那如果你输入一个正确 它一样会match 可是之前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用list的方式 创立的方式 那不过上个礼拜是把它改成Dictionary 可是Dictionary特别注意 你第一个 你要先有个Dictionary 先把这个做出来 KeyValue 那第二个的话一样是乱数嘛 因为我们要玩游戏 所以你会从0到11里面取出一个 那0到11 可是问题特别是要KeyValue 这边是Key 这边是Value 那我将来要给User看到的是什么 是Key 前面的东西 那我要 它输入之后 我要比对的话一定是Value 有没有 所以KeyValue你要分清楚 因为其实常常有同学比较不容易理解说Key跟Value 两个搞混的 那最后一比对一定是不OK嘛 所以我们的做法一定是第一个 这12域Enter 它就答对了OK 那第一个的话 其实当然我们做法一 先建一个Dictionary 所以将来其实我建议啦 程式不需要把它写得很复杂啦 反正我的习惯是逻辑越简单越好 因为你将来维护也容易 然后要衍生其他的东西也比较容易一些些 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我们先建一个Dictionary KeyValue KeyValue 那它的顺序一定也是0 1到11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希望 不要从0开始啦 你当然我前面讲过你可以把0空出来 从1开始也可以啦 不过这一题我是没有这样做 那再来的话呢 我是产生一个Random Random前面讲过 Import一个Random的类别 然后呢利用这个Random类别 实体化成一个误欠 它帮我产生一个范围 从0到12以前就11 它帮我乱数产生一个 刚好这个时候呢 像这一题应该是刚好产生一个11嘛 有没有 所以乱数得到一个11 11放在month里面 那我怎么知道它答对还是答错 OK这关键的话呢 当然我底下有讲过 我可以把这个Dictionary的Key 放在什么呢 一个List里面 然后呢 这个呢 放在Value里面 所以Key跟Value 我的习惯是把Dictionary拆成两个List 拆开来有没有 然后呢再来做什么呢 比对就是 请问一下 问题就是 那我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把这个里面的 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Key的部分 就是前面这个month 但是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是几月 所以基本上当然它一定是11放过来 问题为11 那你一定要去抓什么 抓前面的东西 所以特别说这边一个是List Key 指的是我抓前面这东西 你不能用那个List Value 如果List Value的话 出来的话就不是这个 而是它会抓到后面12 OK 那我接下来的话呢 让它不断 无穷回圈 快 当然我这边是写成那个F不等于 不等于1 那什么时候跳离回圈呢 当F等于1 所以如果呢 If M指的是什么呢 我乱数取 就是跟这样 它输入了 假设我第一次是输入一个 输入11 那11的话呢 当然它比对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互相比对一下 这两个之间有没有Match 所以基本上我11 那我基本上 我就把它的那个List Month 我把11 这边抓出来 它抓到12 12里面的话 因为它不是 前面前后没有那个双引号 所以它是一个 一个INT 过来之后 比对一下 我输入11 它这边里面是放12 它会把这个东西带过来 12 那是否正确 当然不是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输出什么 输出不正确 OK 所以Ls 它会跳到Ls 答错了 那再来它又继续让我 继续让我input 直到我答对 我就输入12之后 两个Match 那F等于E 有没有 File这个条件 当然这个地方 我前面好像写过另外一种方式 你也可以另外写一个什么 直接E就可以了 那如果答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 把它break也可以了 把它跳 前面好像有另外一种写法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得到我最后的答 这一题呢上礼拜最后讲到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 Dictionary这一部分 只要后面有用到 我建议可以试着把它改改看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英翻中中翻 我是拿那个Google全民音简里面的题目 这边的话当然会有个 有个英文 有个中文 那两边可以Match 比如说输入之后 跳出一个中文 请它输入英文 OK 当然我只有大概几题了 不过未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要不就从网路上直接捞资料 要不就是怎么样 把它变成外部的档案 可以拿来做一个练习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是我们上礼拜的重点 大家把重点再回复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 所以请各位待会看一下 在云端上面 这个List 这是上礼拜的东西 所以如果一些细节 可以自己做做看 因为有些地方我会给你Source 那个程式 程式嘛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 恐怕还是要自己稍微改一下 其他的话就是读入那个Match 这个上礼拜 一半钟这个我也把它放上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套件 叫OS 那OS它是顾名思义啦 OS嘛 应该是什么 Operator System之类的 反正就是作业系统的一些操作 顾名思义嘛 里面可以做什么啦 比如说包含 如果你今天要什么 建立目录 删除目录 或者是重新命名 或者是删除档案 其实都可以 另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什么 叫OS点Walk Walk走路啊 其实它意思就是把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都帮你怎么样 读出来 那比如说你今天像我后面有个范例 我希望把某一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文字档全部帮我合并成一个 诶 这要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常遇到有某个档案 这个档案其实你们可以从哪个地方 从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练习题 这个范例档跟着一下范例档 这个什么 全省的那个邮局地址 比如说有这一题啦 我觉得这一题还蛮好蛮有趣的 那这一题当然比较是活学活用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把这个东西也许丢到哪里 丢到桌面上好不好 把它解压说到这边好了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它就会是一个全省的那个邮局的木 解除了不见了 桌面上 这里哦 这里OK 那你会发现这边总共会有 我记得有那个25个区域的那个 就是所有那个什么邮局 里面包含什么的 他这个好像是他邮递区号 这个是他的局号 那这个是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好像是邮局的名称吧 然后这个是他的地址 有四个栏位 那可是我当然这一题以后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的来源 比如说我今天要建一个database 我要把这些资料帮我丢进去的话 有没有办法 当然OK 那不过在还没做之前 我希望怎么样 这边里面总共会有25个档案 那我希望把这25个档案怎么样 把它合并成一个档案 OK 里面的话有这么多线 那当然我如果今天希望 如果我要给资料库用 最后资料库就来源一个就好 不然的话 所以也许你可以先合并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可以合并成一个 这一题的话倒是还蛮有趣的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呢 所以其实当然我这边有提到 你第一个可能会需要知道 怎么去使用这个OS Work 意思就是说 你先告诉他说我的目录在那里 然后他会帮你怎么样 把里面的目录的所有档案 都帮你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呢 当然你需要做什么 前面我们讲过 我如果知道哪个档案 比如说我这个目录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但是这个你要读档的话 除了要给档案名称之外 还要给什么 给完整的路径 这一串嘛 有没有 所以你要怎么样刚好 读到这个目录里面的那个 目录名称加它的档名 那如果有目录名称加档名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之前讲过的开档 还记得吧 有没有 其实在Passion里面 开档其实非常简单 用那个file有没有 有没有f.open 还有印象 打开tst 那我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oswork一个一个的帮我读取 读取到它的档名 并且配上我的目录之后 然后把那个档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再配合第二个 我们也教过 就是把档案写出去嘛 有没有right嘛 不是有r有w 可是问题我不是 假设我写出去 它的预设模式是覆盖 所以它会一直盖过去 那后面我们好像有讲过 所以我在前面我们有讲过 如果你要不要覆盖的话 你不能用w 你只能用a a的话呢 其实就是append 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在前面 我们那个file部分 在比较上面的部分 有提到有关那个档案的存取部分 在这里有没有 r的话是读取 w是写入 但是写入是写入一次 可是如果说你又再写入一次 它会把旧的盖掉 所以如果你要 那能够把资料放在后面的话 你要用a 所以怎么 其实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 用那个oswork 然后把一个一个档先帮我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话 那我就读取它 并且写出去到一个新的档案 所以特别之后 这好像前面其实都有讲过啦 然后写出去之后的话 再换下一个档案 直到没有档案为止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把这些活取活用 但是这里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练习 但是在做这个之前 也许我们先至少了解一下 os这个套件里面 它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 当然目前怎么样建立目录啦 删除目录啊 重新秘密 这个我想有时间 各位可以先试试看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怎么取得那个目录名称 当然这边有一些 已经有现有的那个程式嘛 那请各位 也许可以 试试一下就好了 至少知道一下 比如说 你怎么取得我目前的 目前的路径 OK 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这边有os.pass 后面呢 这个 这个dir name 你可以 这边特别之后 这边它惯用的一个长寿名称 就是目前档案现在在哪里 它会有一个目前的 这个字串 告诉你说目前 字串所在的 这个目前档案所在的位置 所以 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里面 比较常用的 那我把它先执行给各位看 里面大概可以得到一些 结果 里面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档案的目录在哪里 那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完整路径 包含它的档案 第三个的话呢 你可以取得它的档案大小 这个我记得它是用那个 用 用bite 这个好像是 用那个二进位的显示法 然后 其他的类似东西 请各位先稍微看一下 并且想想看我刚刚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用哪一个呢 用那个 刚刚提到的这个 这个 oswork 可以帮我把 所有的这个 练习档 也许你可以利用我们那个 在云端上面有一个范例档 全省的邮局地址 解压缩出来之后 它就会 长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把它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 把它整个合并 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 tst档 它里面有25个档 那有没有办法呢 一键按下去自动合并起来 OK 自动合并的方法 其实这种方法蛮 潜在那个 集中VBA也可以写出来 不过我们当然 主要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利用Python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os.work